主攻挑戰賽 內藤直接冒10顆 我想玩工具人 他把他冒爛欸 內藤冒死過喔 主攻挑戰賽 一直冒一直冒一直冒 對面的攻擊好像被攻城過 手來手來 又撈到一場精華囉 叫什麼 沒有欸 沒印象 有那麼好笑 沒有欸 我只是覺得他 我只是覺得他很強欸 欸 這樣 說得出做得到人 已經 聽說你是分析師 喔 想啊 想 來 花形了啊 他想玩是不是 那我就玩花形囉 要分析喔 野翔 那我們這一場 這一場目前就是 樹塔這邊已經 他們已經拿了兩個樹板了嘛 那很明顯這場 就是可能是灌爛陣啊 因為在沒有力量塔的情況下 在沒有那個主板的情況下 我們藍板應該是會開優的 就算他們有 他們拿了 他們拿了那個 藏法螢幕跟內藤 他們兩個一個是蓋的 一個是干擾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的主塔一定要拿 集訓花形 拿集訓花形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我們可以把藍板轉成分數 然後他們現在看起來就是 如果是打這種三分的話 要看他們怎麼拉空間吧 如果內藤他是站在 兩分線的話 他就有可能會偷一二點 這邊流川風就選得比較不好 他至少還有南鄉可以選 不過也有可能他的那個 南鄉被 被搞走了 那像 像 山井跟流川風兩隻都吃球犬的角色 如果說你 補了一隻流川風 你補了一隻流川風 你倒不如補一隻引仙道 進攻跟防守都更有可看性 往內內藤再推 進攻跟防守都更有可看性 或者是補藏武川直接冒爛 哇 很強很強 能冒嗎 好遠 好險吸到了 那我們這場就不去擋財了 絕對不擋財 我們就在 就在藍底 去用藍板去換分數 如果我們出去擋財 選滑型的價值就不見了 多拍一些觀念教學 我之前沒有拍是因為我在 我在 我在戰隊裡面 所以就沒有教一些 沒有教一些觀念的東西了 防守也沒有教 那像這樣我們只要看山景 只要可以把球頂出去 我們在內線 流川頂也可以 但絕對不要用攻框 用攻框我們很容易沒地板球的 現在就看流川怎麼補了 我們加減也要幫他補一下那個兩分球 像這球他就可以冒 那你們可以看出來 這場戰我是一搶二 可是 因為沒有主塔的關係 所以我的板位會非常好 而且沒有人可以跟我推 兄弟射一顆吧 蛤射不出去嗎 完了被推爆了 內藤人在卡 哇 很撲很撲 別再攻框了頂一顆出去吧大哥 你只要頂出去 我就能夠幫你把球換成分數 來頂一顆吧 頂一顆啊兄弟 我開始玩灌告的時候就跟朋友嘴炮嘴炮喔 2點猜到 那如果內藤這種情況 我們要盡量冒重何區 重何區是他那個灌籃 手舉起來的時候 那像剛才那球我們就跳慢了 好球 他很堅持攻框笑死 咦 沒貌 那像我們這種石彩藍圈的 就穩穩把板抓下來就好了 欸兄弟啊 你怎麼都不頂一顆 有了有了 啊那可惜 像這一顆我們被兩隻石彩 有點可惜 我們這場最可惜的是 我們搶了很多板 但都沒有換成分數 不必要放水囉 2點 那花形在開大的時候就是求成拜佛 他出2點 出1點幾乎都被蓋 可惜 那像這球就是因為我們想出去補 想出去補中距離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失掉板位了 我們乾脆別出去補了 貫徹始終自己的打法 我們貫徹始終一直在籃下 鞏固籃板 外面守不到就算了 好球 卡死 然後把籃板搶下來 就是這樣 櫻木如果想要出去外面補的話 他很容易沒板位 然後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版本的主塔競爭值超級高 我自己搶下來是這樣 你自己看 剛才玩螢幕搶不到幾顆 媽的玩花形 蹲在籃底一直撈 超級奇怪的 唉唷好遠 好險劉章風搶到 卡 然後在搶籃底的位置的時候 就是把他們推出正籃下前方 那個地方很容易會有球 躺在這個地方 就這邊這邊這邊 所以你就在這邊 在那邊耍白木就好了 左右 前後左右都補 太遠了就送他 補一顆 OK推推 像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就推 我們就是卡在這邊推就對了 撈個幾顆啊 撈個幾顆 我們就贏了 那像他剛開始傳球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稍微補一補 有可能劉章風 左邊會跟不出去 推 那像這種 遠的就送他 遠的就給他 他只要彈裡面的 我們全搶 欸推 啊 幹 還在推 沒推到他 我的我的 像剛才這顆就是我必搶的版 但失誤了 我們在首局的 進攻方我們就首局的 剛才忘記進攻的時候 忘記跟你講 欸補一下 欸 欸殺小喔 吸屁喔 怎麼可能 他莫名其妙把我吸走了 咧卡 那這個 這個鍋點我們忘記了 好個人建議可以 嗯 可惜剛才搶的 有幾顆沒搶齁 哇 超法螢幕 全撈欸 內藤一個版都沒有 有料 好大概是這樣 哈哈 哈哈哈 D